一次,樱桃和祖峰拍吻戏,结束之后,他觉得十分对不起祖峰的妻子刘天池,便打电话向他道歉。谁知刘天池的一句话,使他大吃一惊。樱桃凭借着杨贵妃秘食,一夜成名,在收获名利的同时,各种资源也分着他来。一次在拍戏时,他要与自己的老熟人刘天池的老公拍一段吻戏。其实演员之间拍吻戏市场有的是,但是因为两个人相识,难免会有些尴尬,不管怎样都弱了。 他也不想出不了戏,尤其是在拍完之后,愧疚之心更加严重。情急之下,他便给李天池打了个电话,谁知刘天池听完他的道歉之后,哈哈大笑,当场表示道,演习拍吻戏很正常,你尽管跟着祖老师的节奏来。樱桃不禁大吃一惊,难怪他们二人的感情这么好。祖峰在得知刘天池的回答之后,不禁呛了一口水。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心这么大。在一次采访中,贾琳让祖峰说出,刘天池的回答之后,不禁呛了一口水。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心这么大。 刘天池的五个缺点,他本来是想挖坑,想试试祖峰的应对能力,没想到祖峰丝毫不客气。认真回答道,粗鲁,爱激动,不怎么进食,还老爱戴眼镜。太黑,嗓门大,五个缺点,哥哥致命。此话一出,现场尴尬不已,对此你们怎么看?